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早 今天是四月初一 我去北京房念祖老基士 他引用密宗里面一个讲法 就是我们农历四月十五 四月初一到十五 十二月初一到十五 就是在这个时间念佛 修种种功德 放生 印经 做善事 这个功德比平常增加十万倍 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他一个方便说 就是方便 这是鼓励大家在这个时间 努力来念佛 修功德 特别是平常比较没有时间的人 或者比较松散 这个也是鼓励 平常不是很用功 那么在这个时间 功德比平常修得多了十万倍 那么也是鼓励 这些人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来用功 这个方便说 那不是说 那我们这个一年就修这两个时段就好了 其他就不用了 那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是鼓励的 那么如果我们天天在修 那当然这个也都包含在里面 那是最圆满的 所以佛的鼓励还是我们天天修 时时刻刻修 那么对于还没有深入的 那当然也是让他见修 一个时段来修 这个像地藏菩萨本念经 讲十灾日一个月十天 今天初一啊 十灾 那我们到场十灾日 都有加颂一部地藏经 跟其地藏经讲的十灾日 那这一天啊 你来吃灾来念佛 或者放生印经做种种功德做好事 这个佛菩萨护法善神啊 特别欢喜 那定了这个十天啊 也是鼓励啊 平常没有办法天天修的 修个十天 那十天还不行 初一十五 或者修六灾 六灾六天 根据这个菩萨戒经讲 六灾日六灾 或者呢初一十五 两天 过去有人吃素 他也是根据初一十五 所以我们到素食餐厅啊 好像初一十五啊 人特别多 那么这一天来吃素的人 他不一定平常他都吃素 那很多那平常他没有吃素啦 那就这两天他会吃素 还有吃早上的早在 那过去啊 家户在世啊 他只能接受早上吃素 初一十五 那其他时间啊 他接受吃三净肉 那么这个是 对一般人啊 一个接引一个方便 那么再不行啊 还有修一天的 像八关灾界也就修一天了 一天了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时间到了 这个灾界啊自动解除 那么过去我在 山东海岛金山市 讲这个五戒象星尖料 这个偶遇祖师还有广化老法师他的 注解 急注 那么里面呢也引用十颂律 佛这个受这个五戒 传这个戒 这个戒啊 这个戒啊 我们都知道八关灾界二十四小时 那么五戒 这个五戒啊 呃 呃 持一天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八关灾界里面就有五戒 就持一天 那还有持半天的 啊 那半天的 那这个半天啊 就是十二个小时啦 那这个半天呢 这个 这个 也有他的果报 啊 就是 啊 有一个 商人啊 他到外面去 出海 取宝回来 那么他在途中啊 看到一桩很怪的事情 看到有一个人啊 这个 呃 白天啊 他就像 就在地一样 那么到了 傍晚晚上啊 啊 他就像在天堂一样 啊 看到这个事情啊 他很奇怪啊 这个 这句 请问这个 佳瞻言尊子 啊 我们念弥多经啊 都会念到一个 十六大弟子 佳瞻言尊子 那请教了 怎么 看到一个人啊 他白天啊 就在地一 晚上就在天堂 白天跟晚上啊 两个时段啊 他感受的果报不一样 那佳瞻言尊子就跟他讲了 他说这个人 你不去啊 他是屠夫啦 那屠夫 以前这个屠宰啊 都是一大早 三四点就要到屠宰场去 杀猪宰羊啊 那么 准备啊 这个 早上的时间啊 去卖 卖这个肉 那有一次啊 遇到一个 罗汉 这个 要去度他了 他说 那你能不能 借杀呢 不要做这个行业 他说不行啊 我就靠这个吃饭了 你只要改行 我没办法的 你要改行 我吃什么 我怎么过日子 他说你叫我受这个借啊 我是 没办法做不到 那五借第一条就不插身了 那他这个行业就不用干了 后来这个 罗汉很慈悲 他说 你这个 你去工作的时间是 几点到几点 那他就说 早上一大早去 然后 卖啦 大概要下午回来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上班时间 一天了 他说那你受借就受这个晚上的嘛 就下班之后 这个时段 你就来 十不杀借 那这个 不影响你的工作 那这个屠夫听一听 那这个还 这样还可以接受 然后就答应了 就受了五借 那受半天的 十二个小时的 那么这个半天 十二个小时 他受借有受借的果报 杀生有杀生果报 善有上报 恶有恶报 所以他白天杀生 他要受第一报 那晚上他持借 他想 天人的福报 所以他两个时段 果报不一样 那就是 吃半天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方便 不能那些 造这种 杀到淫忘的人 他永远都没有解脱的机会 他永远没有解脱的机会 这个是 公案给我们一个启示 那就永远没有解脱的机会 所以 是一个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补鱼的人 你叫他 哎呀你不要杀生 别坦然 这个我现在就靠这个吃饭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方便法 就是接引他 不能你放假的时候来吃 八罐才接一天的 那一天很勉强还可以 那过去啊 那过去啊我在那个 早年在华藏图书馆的时候 大概三十几年前 都要到那个 联合录音公司去 一录音 那这个 有一次啊 这个 林老板 给我讲 他说 政府现在农业电台 一夜电台 有一个空档 免费给我们 半个小时 我们可以不可以 把它拿下来 播我们佛教的节目 我说可以啊 他说 但是他们都是补鱼的啊 那这样行吗 我说 就是要对这些补鱼的 讲佛法嘛 那么 跟他播什么呢 我说你现在不要去播啊 你杀生有果报 吃他半斤 还他 八两 你将来会下地狱 我看他就关掉了 那播什么呢 我说播 念佛感令故事 说这个船开出去啊 保平安 保你平平安安回来 那这个大家都要 那要的话呢 你就念佛啊 那杀生可以念佛吗 可以念啊 就是要让他种三根 不能他永远没机会 所以说 不要钱赶快拿下来 我们录一些 念佛感令故事这部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方便话 那当然啊 慢慢接引啊 慢慢他 会提升 到最后啊 完全可以来接受 佛法的教导了 所以这些道理 我们都必须明白 所以我们欠人为善 还是有一些善巧方便 才能接引啊 社会大众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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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